大家好 我們今天在桃園 這個威士丁飯店 我們今天來試駕全新 第四代大改款的 Mazda 3 這是一個很多年輕人 朋友喜歡的一部車 特別在這一次的改款 引擎沒動 小幅更改 變速箱沒變 但其實是一個小幅更改 其他呢全新的底盤 全新的外觀設計 主背動安全也更強化了 然後在整個車尾 外觀造型也完全的不同 那我先來看一下 收音 我先看一下我的收音 還是有聲音嗎 我的APP當調啊 有有有有有聲音 有喔 好來 我記得在兩個月前 然後我們第一次看到Mazda 3 在這個記者會公布的時候 我看到照片說 哇 車頭好好看 然後哇 這個C柱怎麼怪怪的 但是我今天 一個多月後我看到史車 這個C柱非常的厚實 等一下我把聲音關掉 非常厚實 某一看還是覺得怪 但是呢看久了 我覺得這個角度最好看 你知道為什麼 45度角 你看它的尾燈喔 其實設計非常俐落 而且很有現代感 然後搭配這個所謂雙色 尾翼稍微有點含蓄 如果可以再稍微 Spooty一點會更好 下方的這個 保桿呢 它這邊也大面積的 採用這個黑色的 亮面烤漆來做點綴 所以整個車尾呢 其實說真的還不錯看 而且呢這個魂洞紅 真是讚 但是要加1萬多塊 加1萬多少 1萬2 1萬5 加1萬多塊 這個也讓它的整個車尾呢 看上去呢就是會比較 就是扁 比較平 所以從遠方看起來還蠻不錯看的 那這個C柱呢 如果你站在這邊看 你就覺得這個C柱 稍微習慣一下 這個但沒有絕對的好壞啦 就是個人觀感問題 好那 在這一次的車頭呢 我覺得也是相當成功的一個地方 它的稍微有點殺 我們之前講鯊魚頭 鯊魚頭的意思就是呢 整個車頭的上方比下面還要凸 記不記得之前另外一個品牌 有一個叫 那個叫什麼 我突然忘了那個車叫什麼 四門房車啊那個 反正那個 那個名字我忘了 好久那個車 就鯊魚頭的意思就是 有點這個車頭往下 這邊呢稍微有點內縮 所以這一次馬三的車頭 我個人覺得非常非常好看 特別是兩個非常銳利的眼睛 那唯一比較難看就是這個車牌 這個車牌呢放在這 怪怪的 是不是放在這邊比較好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網友的問題 好 那當然還有一個底盤 全新的底盤 Sky Active 這個Architecture 的一個全新底盤 但是呢 後獨立懸吊改成了非獨立 跟我們之前試駕的Focus是一樣的 好 有問題 直接問 因為我們今天拍攝下了兩次雨 剛超誇張的 拍到一半我們正在收音 然後就說低雨了低雨了 講完沒10秒 啪 那個雨跟用倒的一樣 我們攝影全濕 我們預防這個等一下 現在看起來應該不會 天氣都亮了 好的 大家好 午安 有問題趕快問 引擎是沒變的 維持165匹馬力 然後21.7的扭力 在四千轉會產生 然後這一次引擎呢 我剛剛講有小小的更動 在壓縮比的部分 從14比1改成了13比1 老實說我看起來 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這個就壓縮比的部分 但是在底盤的部分 我還蠻有感覺的 等一下我們等一下來分享 底盤的部分 其實它的厚實度 就是它的整個Q度 我覺得比上一代還要好一些 好的 Gallon我想起來了啦 30Gallon 對啦 我會被網友虧了 老爹不知 我其實我忘了那個車名 不過那個車頭真的很好看 好的 網路有點不好 Tim哥耶 Tim哥來看我試車 謝謝Tim哥 Tim哥最近好嗎 Tim哥試車的時候也拉我一下 好不好 好的 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車頭的外觀大概是這樣 這不含車 我們先來講一下售價 這售價的部分呢 讓我有點嚇一小跳 一點點 因為其實比原本大概還要多了 5%的一個漲幅 在四門的部分呢 從79.9萬 我們請攝影師來看車 帶大家來看車 包含車頭 車側 在售價的部分呢 四門從79.9萬起跳 五門呢 從90.9萬起跳 好 那我們今天試駕的是 BOSS旗艦版 為什麼叫BOSS 因為它搭載了12個揚聲器的BOSS的品牌 所以它的整個音質 整個車內 你在聽音樂的時候 我剛剛用APPLE咖啡 看電影 看這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我想不起來 那個叫 那個 雷神索爾演的那個賽車影片呢 跟那個Niki Lauda 有沒有那支片 在車內聽那個F1 那個聲音 正點 這個BOSS音響 不過呢 這個它比旗艦版還要加2萬 所以如果說你對音質 看車 大家請攝影拍車 如果你對音質沒有很挑剔的話 那你就直接買旗艦版就好 不要搭載BOSS音響的喇叭 也沒關係 在五門的部分呢 是96.9萬 在四門是95.9萬 差1萬 好 那我們今天試駕的是BOSS音響版 而且是旗艦 它售價是98.9 再加上這個魂洞紅 就要破百了 馬三唯一破百的車款 就在我們這邊 好的 不過這個魂洞紅 好看 真的好看 好 那搭載的輪胎呢 是普利斯通 算是還中高檔次的輪胎 以市售車來講 算中間偏高的檔次 它尺寸是215 45 18 215 我覺得應該搭225 因為215 Anyway 好了 215 45 18 它的整個 整個看起來 鋁圈的顏色 我覺得實車真的比照片好看 還是因為拍照的技術比較差 把馬三拍得有點醜 不是我們攝影 好的 後座空間 要看看看什麼 後座空間 來我們看後座空間 我們從這邊看好了 因為我前座是我的 前座是我的姿勢嗎 我來調一下 等我一下 這次呢 馬三其實它有講說它的 它的軸距 稍微大了一點點 大了2.5公分 那 其實我坐起來呢 並沒有太明顯的變大的感受 我先再確認一次我的前座 對啦 差不多啦 好來 我來看後座 我的身高169 坐起來差不多就是一個拳頭 加三個尺頭 這個是西部空間 不到兩個拳頭 所以你如果說今天身高是 比如說180 180幾 可能就會稍微有點辛苦 然後在這個頭部呢 差不多也是一個拳頭 然後口袋呢 只有一個 現在流行左邊就是駕駛座 後方都沒口袋 不過關門的厚實度還不錯 關門 有沒有聽到 好 蠻扎實的 這個不錯 然後在這個冷氣式風口 後座也有了 我記得原本好像是沒有的 那一樣喔 這邊是中央扶手 先下來有兩個自杯架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箱 後箱的部分呢 它的凹槽設計有點大 它這個電磁法在這裡 Logo的下方 打開一下 沒有電動門門 不過沒關係 自己開一下 還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後箱 後箱 後箱喔 六四分離可以傾倒 這個沒有問題 那它這邊底部還做得滿深的 只是說它這個 因為造型的關係 所以保桿的設計有一點高 那有點高呢 沒什麼太大問題 只是你在取放 東西在進出的時候 你就要稍微拉高一點 拉高一點力氣 拉高一點力氣 就差價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基本上 它也沒有備胎 它是配這個 所謂的這個 補胎劑 然後因為這個是BOSE旗艦版 所以你看有一個BOSE的主機 中低音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還有一個千斤點 這個是在後箱的配備 好 那我跟你講 它這個後檔 因為很傾斜 非常非常傾斜 好看嗎 好看 但是呢 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的正上方那個後視鏡呢 會稍微 那個空間就稍微比較小 稍微比較小 有機會我們再示範一下 好 我們現在來發動 後座空間沒辦法 這個就是這樣啦 好 我們來看駕駛商 我們請攝影師坐後座好不好 駕駛商的一個設計 這一次呢 他們在跟消費者溝通一個 叫Mazda Connect 一個影音操作介面 那這個操作介面呢 當然我覺得是比上一代 好用蠻多的 我把手機放這 好 我們先講喔 駕駛座 駕駛座的椅子呢 他們在剛剛簡報的時候 特別強調 這椅子他們很有信心 非常的有信心 就坐起來 第一個非常舒適 而且特別針對骨盆這個位置 在這裡 就是接近腳蹭啦 就是臀部這個位置呢 他們有去做加強跟調整 而且在包覆性的表現也不錯 那我做起來 老實說啦 我的骨盆 可能我的骨盆有點健康 所以做起來沒有太大的感覺 不過舒適性表現是不錯的 那包覆性我倒覺得是還好 不過有一個功能就是它的大腿支撐 它可以針對大 就是椅子的最前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去做高低的調整 這個我很喜歡 有一些是可以前後 不過那是比較高級的椅子 你看你可以高低就有差了 你看像我的腿 我就可以調整到 長途駕駛的時候 我調整到剛剛好支撐我大腿了 那你這個支撐力道不夠 你開車就會這樣 腳開開 第一個難看算的 第二個就是 你知道嗎 踩油門的時候踩剎車 你就會想要出力把它調回來 所以有大腿支撐 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設計 你看像我這樣可以調整到剛剛好 我在開車的時候 就兩腿就這樣直直的 放在這個位置 我很喜歡 方向盤三幅式的一個設計 主背段安全全部都在這裡操作 這邊方向盤的這邊 前方的儀表板一晶螢幕 應該是7吋左右的 那它會在這個info 方向盤這邊有一個info 按下去之後 它會有一些不同風格的呈現 時速表 然後你要專看這個所謂的 主動安全自動跟車 車道偏移等等 全部都在這裡 轉速表在左邊 那有一個重點 在旗艦版以上 都標配了所謂的360度的環景 再加上抬頭顯示器 那抬頭顯示器 因為你們現在看不到 只有我這個位置 這個是好用的 它把這個時速 然後包含像你的自動跟車 主動安全的一切配備 跟車然後車道偏移等等 也都全部塞在這個裡面 所以你開車的時候就可以看 主動安全 不是啦 360度環景 它這一次是8.8吋的高解析度的螢幕 都在這裡 那操作的時候 我剛剛講 你還有支援Apple CarPlay 有沒有 你看我來連接 連一下 果粉一定要CarPlay 你開車才方便 Siri導航呼叫Google Map 就出去了 對不對 好 然後整個中控台呢 是很有 整個中控台 等一下喔 我先把我的 那個關掉 因為我剛剛在看那個 這篇叫什麼 決戰終點線 每次都忘記 好了 Anyway 好 Apple CarPlay 這個是大家很愛用的 那我剛剛講的中控台呢 這邊是軟直的皮革 那這邊是恆溫空調 那它這次還有一個重點喔 就是它的排檔感 往前移了 原本的位置往前移了 但是呢 重點是來了喔 像我比較喜歡激烈 不要講說激烈抄夾 就是我開車呢 當我想要有點運動風格的時候 想要開快的時候 我想要換檔撥片 那拍謝 新馬三沒有 後邊坑坑沒有 但是呢 它有講一個 它說當你排檔感打到低 往左的時候切換到手字排 對不對 你不是在這邊M 加進檔退檔 進檔退檔對不對 那你當人家激烈抄架的時候 然後你要退檔的時候就這樣 你看方向盤離排檔感 是一個很近的一個位置 這個當然稍稍彌補了 沒有換檔撥片的一個遺憾 但是呢 就駕駛者來說 這是一個 你知道最短的一個距離 OK 當然就是看個人啦 我自己是覺得OK啦 還不錯 那中央扶手加長了 也加大了 那裡面呢 置物空間表現還不錯 還有一個USB的插槽 12V的點焰器 這個當然是你在等紅燈的時候 手就開了 是不是很方便 好的 報告完畢 還有什麼 欸欸欸欸 我的直播怎麼不見呢 看一下 你看我 來連連 欸欸欸欸 我把聲音關掉 等一下喔 好的 好 有什麼問題嗎 撞到腿都先端什麼意思啊 看內裝 後座兩個人局處 對 對稍微啦 稍微有點局處啦 三菱的Gallon 不好意思 怎麼沒霧燈 對 它現在 後座有變大嗎 沒有它沒有變大 前方呢 沒有霧燈 它把霧燈拿掉 其實像我之前試駕那個 新改款的 這個叫 CX-5 它也把霧燈拿掉了 那這是看個人啦 個人的喜好 有點 網路不太好 不好意思 這個可能在山區啦 大家就包容一下 提亮一下 每天床選配嗎 沒有 沒有選配 沒得選 後座空間好 剛剛看過 後座出風口有的 有前霧燈嗎 沒有 沒有前霧燈 沒有前霧燈嗎 沒有 沒有前霧燈 後座鏡常故障 真的嗎 應該還好啦 修一修就好 看看內裝 剛剛看過了 這是舊引擎 對 舊引擎 那壓 馬力扭力都一樣 就是那個所謂的 這叫什麼 壓手比 從14變成13 看到那個尾巴買不下手 不會啊 我覺得尾巴滿好的 你去看實車 不要看照片 照片不準 看實車 看完再說 我覺得OK 不錯看 馬上破百萬 對 真的 破百萬 好啦 你們自己去看車 大家自己看完車 就會有一個標準 後座非獨立懸吊 空間應該比較大 對 但看起來沒有 就是跟上一代差不多一樣的 百萬明天窗 是的 百萬明天窗 是的 百萬明天窗 後座Focus比較大 對 比Focus小一點 我記得上次做Focus 大概還有兩個多拳頭 所以大了大概快 接近 接近 接近一個拳頭 好的 後座比我 後座有USB充電孔嗎 沒有 後座沒有 它只有冷氣出風口 跟兩個字非講 不過它這個 它這個你看 因為它這個腰線 其實到這邊就 非常大幅度的往上拋 所以變成相對壓縮到 你後座乘客的一個視野 你看 坐在裡面 比如說我把門關起來 有沒有 你看 有沒有看到 你看我的窗戶距 很像我在做一台法拉利 你看那個窗戶距有這麼高 但這個沒有絕對啦 也是有好有壞 你習慣就好 只是說你會覺得坐在後座 這個壓迫感 比那個窗戶大的 比如說你坐Golf 你坐Golf的後座 阿有 像我們的工作車替打 那個後座 因為窗戶都大 所以你看起來那個壓迫感 就不會那麼的明顯 好的 還有什麼問題呢 馬3 馬3 不是BMW M3 好不好 好 還有什麼 有後勤 好 後勤我相信他們 後勤再加強啦 這個給他們一點時間 好不好 駕駛座沒副駕 皮椅沒什麼 好 沒有電動椅 正駕副駕都沒有 都沒有電動椅 全部手動 駕駛座是八項 副駕的話應該是 一二三四六項 對 副駕六項 正駕是八項 然後都手動 內裝顏色可選 誒 說真的 這我沒問原廠 可以選嗎 不知道 好 沒關係 我等一下問一下原廠 我再問你 扭力量有差嗎 我覺得這一代它的 它的 它的整個左右的彈跳 因為像我們今天在那個 在這個比較偏郊外在試車 其實它的碎震跟路的品質 不像就是可能沒有那麼好 所以它在彈跳的時候 其實確實 左跟右之間互相影響的 比例是稍微比較多的 那這個部分呢是這樣 那像我 我覺得如果說我在裡面 我剛剛這樣 稍微開快 其實我認為 對我來說 它的整個表現是沒有差 但是它有一個比較明顯 就是在懸吊 回饋到車內的一個扎實度 跟厚實度是比較好的 那整個懸吊的 其實底盤是扎實的 我覺得你去開一看 因為講到這個 每次 每次在講這種東西就是怎麼樣 這種都是很 稍微 你要試車就是一個 滿主觀的一個工作 主觀的意思就是 好看 好開 好用 好不好用怎麼樣 那每個網友呢 但可能認知都會跟我 稍微有點落差 那有的落差比較大的 就會覺得說 我覺得你講的都假的 或者是我覺得你講的都不對 或者是明明就不是那樣 然後就會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出現 我覺得也都沒關係啦 那重點是說 這個你要發表意見 也都OK 我覺得也都接受 那每個人試車看車用車 買車那個標準條件都不同 都沒有關係 但至少就是不要太痠 好不好 這種試駕感受 它不是一個規格表 你說放在規格表上 但不是 那我覺得好開 可能覺得是沒有啊 明明就那麼軟 那我覺得那麼軟 不會啊明明就很舒服 那我覺得很硬 不會啊 這個底盤很Q啊很扎實啊 所以其實沒有一個標準 那我們的工作就是 幫大家先搶先試駕一下 那當然我的 我對自己的開車 駕駛技術 車輛回饋的感受 還蠻有自信的 那我就用我的方式 來闡述給你聽 那這是我的感覺 因為畢竟我們身體裡面 就是累積了比較多 一定比各位多 累積比較多的 這個每部車開起來的感受 我們開過很多的引擎 開過很多變速箱 開過很多的所謂的地盤 整個車子的操控 日系 歐系 雙門 跑車 五門 先輩車 什麼都開過 所以我們有比較多的資訊 可以告訴你說 一般邏輯來說 這個底盤算是好的 這個什麼算是怎樣 這個算是怎樣 就給大家一個參考 那你覺得我講的不對 你覺得跟你想像中不一樣 跟你體驗完也不一樣 也沒關係 那因為最後買車的決定 還是在你們身上 因為錢是你們的 那我們就是盡量用我們的專業 我們的經驗 來分享給各位 我們開車過後的一個感想 好不好 那就參考參考 OK 好的 那就不要酸了啦 好不好 酸 你不喜歡這個車 你就不要買 我們就是做我們的工作而已 好不好 OK 好的 沒看到內裝 剛剛有看過囉 跟Full 大堆LED LED的 頭尾都是LED 頂級款有天窗 沒有 沒有天窗 後視鏡修一個12000 真的假的 後視鏡常骨 這個改款 這個後視鏡會很 很常修嗎 應該 真的假的 我是不知道 因為這改款 理論上應該 好不好 我們就給它一點時間 後箱大嗎 後箱還不錯 它就是那個卡有點高 裡面很深 就是 不是很深 就是低 那個高度其實蠻低的 那遠近光燈自動切換 有 有遠近光燈自動 不好意思 我看一下規格表 我沒有背到這個 遠近光燈 我自動切換嗎 請問我的規格表在哪 這裡 不好意思 因為規格表太多了 現在我們就重點來介紹 遠近光燈自動調節 有的 在頂級型以上就有 好的 能聽聽音響嗎 這會不會有版權問題 我覺得你們去聽現場 好不好 花一個小時去現場看實車 聽一下我覺得會比較準一點 感覺 什麼什麼比較高 對啦 我覺得其實是這樣啦 CP值老實說也沒有標準 每個人 因為每個人買車是這樣 你可能你的 買車的前五個順序 動力啦 內裝啦 質感啦 價格啦 品牌啦 折舊啦 妥善率啦 後勤啦 什麼死人骨頭很多 每個人排的都不一樣 所以CP值每個人都不盡相同 所以我還是建議去看看車 底盤 特別是在抄架的部分 我覺得其實這次感覺 比上一代還要來的 我覺得以運動化開車這種風格 比較 比較Sporty的 我覺得你會比較喜歡 新馬三的一個表現 那就舒適度來講呢 兩者 老實說我覺得差不多 調的差不多 但是他的 這次的全調設計 包含他的行程 我覺得稍微比較短一點點 對 換檔撥片拿掉了 西部空間我剛剛講過了 然後呢 還有什麼 馬三還有什麼小改 還有什麼改變 就這樣 座椅的部分 我剛剛講了 內裝整個設計 比上一代 有設計感一些 好不好 然後外觀整個變了 引擎變物箱是沒變的 後座小 對 那沒辦法 你去坐坐看 去坐坐看 對 我覺得是比Focus 再稍微小一點 好的 多少錢沒看到 我剛剛講過了 頂規的話呢 價格再講一次 入門79.9萬起跳 五門的話入門是90.9萬 旗艦96.9萬 那再加這個混凍紅就破百了 這個是在售價的部分 好的 還有問題嗎 變速箱有信心嗎 老實說 六速跟八速 當然我選擇八速 因為你的換檔比較綿密 你能夠用的檔檔轉速的區間 也比較 有多兩個選擇 所以基本上 以檔速的多少來說 多寡 六跟八 我會喜歡八 那換檔的直接性 我認為 因為福特的那個八速 它是全新的變速箱 驼山綠我不知道 到目前我不知道 因為才賣沒多久 幾個月而已 但是到 開起來感覺 它的八速表現會稍微好一點 那當然六速 我覺得它這個六速是很穩定的 因為從上一代引用到現在 漆氣囊 對了全車漆氣囊 對 後視鏡 那麼多人講後視鏡 感應視頭燈嗎 有 動力回饋 動力回饋 我跟你講 如果你喜歡 油門下去 啪 瞬間要給你反應 那渦輪的絕對會比較快 那自然進氣呢 當然也會給你 但是那個力道 它必須要等到高轉的時候 才有辦法給你足夠的一個力道 所以這個是NA的一個 跟渦輪引擎比較不同的一個地方 但是NA還是 NA其它這顆引擎呢 它的甜蜜點 它的出力甜蜜點 我覺得是在中速 差不多就在3000多到4000多 接近5000這個區間 踩起來當然有不同的感覺 我去開開看 好不好 好的 音響聽不出來 對 我跟你講 因為這樣真的透過直播 絕對聽不出來 你們真的去試車 就對了 聽完 你覺得就算你試完車了 聽完了 感覺完了 開完 你覺得老爹講的跟你感受到不一樣 也沒關係 因為每個人就沒有標準 只有規格表 它是統一標準 市價感受是沒有的 好不好 去試試看 OK 好的 打幾分啊 如果你要以操控來說 我覺得這一代 我們講啦 這是我個人猜測 我沒有開去大鵬灣 如果以大鵬灣的成績 我覺得這一代應該會比 我有點信心 它的整個底盤的結構設計 我不管是不是獨立非獨立 我開起來 我個人認為它的成績 會比上一代馬三還要好 但是呢 我們講到賽道 它就是一個 賽道就是一個 比較sporty的這種感受 我要的路感是比較明確的 我要的循跡性是比較好的 那這時候相對它的舒適性 就會比較不好 那我就回到我剛剛講的 舒適性啊 路感啊怎麼樣 這些都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你們去開了才知道 但是如果說以賽道成績來說 我認為它會比上一代還要好一些 但幾秒我不知道 有機會去測看看 靠緣分 是的 買車真的是靠緣分 這車 這歌還不錯聽 這是什麼 Face FC Virus 7 網面關頭7 其中一首歌 極顆氣囊7顆 高速跑起來 隔音效果 這代隔音比上一代好一些些 好一些些 但其實我跟你講 這一代馬3 我個人認為我講良心 我現在摸著我的良心 車子是很好 就是價格稍微高一點 後座沒辦法就這樣 你們去做做看 那就是價格破百了 如果可以調低一點 好不好 好的 謝謝 我們試車老實講 是一個 有點危險性 然後 對 你知道 就是網友的意見 就是會有很多層面 來自各個不同方向 然後都會被 被稱讚 也會被這個批評 我覺得都好 但不要是 不要是 為了批評而批評 我覺得我都可以接受 像上次啊 上次講Focus 那個懸吊 他說 老爹我聽你在放屁 他明明就 這個 這個 他的什麼 他的軸距 他並沒有因為獨立而非獨立而影響到車內空間 這個我去查證 原廠說對 這個我就跟大家道歉 這個 好你要酸我這個 因為我講錯了 表示我功課沒有做足 這我可以跟各位道歉 那如果說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為了酸而酸的我覺得就 好不好 沒有必要啦 也不要讓自己不開心 看個試車影片看到這樣 就直接按上 你的左上角這邊 左上角按上一頁就好了 好不好 好的 沒電動也買不下去 不會啦 你如果車子自己在開 大概一年就調個這麼一次 好的 那我們今天就私下到這裡 我們等一下 我們還要補拍畫面 還有動態還沒拍 等一下還怕下 那你們有問題繼續問 我就有時間回答你們 OK 我們下次見 拜拜